2007年 有一次这个泰友号 接到指示 要他飞到意大利的科目 去加入到北朝鲜 当时组的一个代表团 主要呢 就是关于跟这个 根据这个六方会谈的结果 有一个叫什么 东北亚的一个 安定的一个协商会议 这是这个 当时啊是北朝鲜核武问题 最关键的时候 按照这个当时的213协议啊 就是你美国应该把那个 扣住在澳门BDA银行的 那个2500万美元啊 你给人还回这个北朝鲜 当时呢是这个协议约定的呢 是60天内还 可是呢美国呢 当时呢到了60天啊 还没还回来 这泰永浩他们这个代表团呢 就对这个美国呢 就开始施压 说你要是不解冻这事啊 咱们就你说的那什么 原子能那个总署 要到我们这来这个核查 这事想都别想 这个韩国和美国代表团啊 就说啊我们这个啊 是这个呃你只要停这个这个吧 我这个资金我们是肯定还的 而且我们还给你100万吨的重油呢 对不对呃只要是你让我们核查 你这个设施核设施你拆了 呃弃核了所有事情都解决 而且我们现在啊 这是一个这个操作银行操作的一个流程问题 我们早都已经解除了 只不过呢实际操作阶段啊 呃这个一直在操作 还没到你那账上的就是了 就觉得你没完没了老揪着这件事不放是干嘛 你是觉得我们非扣人家2500万美元啊 我那么多钱都要给你了 其实啊金正日啊 每天都问这个江西柱 就这钱事什么回来 后来啊外交部内部呢 也有了有谣传 说啊这一钱啊 一多半是这个金正日那个 姐姐妹妹的金金金鸡 她的也就是说呢 这个叫什么 当时她姐是管着轻工业部的嘛 所以这个这个金金鸡啊 老跟这个金正日说 我的钱怎么着啊 你什么时候给我弄回来啊 美国当时啊 为什么一直没给呢 她是想啊 通过这个中国银行给你转账 转到这个北朝鲜去 而中国觉得呢 你扣的那个 你凭什么让我管啊 再说了 我澳门是我们中国的这个 内部问题 是我们的银行 你这不把我们的澳门的这个金融 你这下微信给打没了吗 以后谁还敢往这个银行里边存钱啊 你必须跟我们先道歉了 咱们再说转钱的事 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操作上啊 跟中国这打起来了 这次会谈了以后啊 这个他们代表团的一帮人嘛 就在外边吃完晚饭啊 就回到这个住的酒店 坐在这大厅里呢 就休息了一会儿 哎 每个人都不想回房间嘛 完了这好呢 这时候呢 韩国代表团就这个人 走过来了 他当时是这个国防研究院的一个委员 也就是研究员吧 完了这个人过来以后啊 就说 哎 一块儿喝个酒吧 这边一想 就我们仨 他一个人 我们肯定安全了 因为这都怕说 我跟这个南朝鲜的 有这个什么私下联系嘛 所以仨人都挺坦荡 说也没什么理由 拒绝哈 这刚才还聊呢 还在会上还见呢 结果这人高兴啊 回去了 回去上房间 滴了一瓶 威士忌下来了 他上楼拿酒的时候 这仨人还说呢 是他先接近我们的 你知道在这北朝鲜 他们外交官都早就受过训练吗 就是说 凡是主动找你来的 一定是情报局的 特工 就那意思 你们当心点 所以呢 这仨人就互相都在那儿 叮嘱啊 就喝酒啊 咱们保持警惕 说话小心 那一天啊 因为下雨嘛 所以大晚上的 谁都没怎么出去 完了在那个大厅里边 就那么喝了 小酒聊着天 完了就是各种话题 什么都聊 也谈韩国的问题呀 什么北朝鲜问题呀 也谈 到了要走的时候啊 他给每一个人送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就是纪念品 就是一个那个小包的里边 那个什么支架刀啊 什么那个剪脚支架的 还有那个错刀啊 挖着勺 就这么一套 这那么小玩意儿 哎 在南朝鲜来说 那时候 那南朝鲜那时候就 做这个玩意儿 正大发了 那一开始是日本啊 哎呦 但是真的 我妈妈都用了三十年了 日本的 我舅舅那时候 带回来的一支架刀 那钢还好使得不得了 由于这个泰永浩啊 他自己有那个灰支架 你知道吗 所以他的脚支架 特别特别厚 回房间 他就开始试 哎呦 就发现妈呦 怎么那么顺手 那么好用啊 可是呢 由于这个 他们的外交这个有规定啊 就是你要收到 这个南朝鲜傀儡们 给你送的礼物啊 必须上交给保卫部的 要不然你就扔了也行 这泰永浩实在是舍不得 觉得太好使了 就跟一起啊 喝酒的那仨同事啊 就商量 那俩也说太好使了 舍不得上交啊 于是啊 大家啊 就把那个 他不是那个塑料盒子吗 塑料盒子里 那个面上啊 呃 其实就是人家那个单位啊 就比如说都准备的那种小礼品嘛 就是自己单位定的那种小礼品 就一塑料盒子 上面贴着 一个什么那个韩国什么国防研究院 就把那个撕了 你知道吗 蹭干净了 就据为己有 仨人谁都没往上包 也没说 这套支架钳啊 真的好使到啊 就是你能够想象就是人家那时候工业发展的水准 其实啊 呃 我说句实话 这个并不是这个呃 韩国那边钢铁有多好 是那个铁矿石的质量好 德国啊 一个是公认的 就是剪刀和这支架刀啊 各种特种钢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日本 他也得找那好的矿石来啊 只不过就是确实他提炼的要更好 咱们中国的那那铁矿石就别人提了 哎 那就是粗钢 还实实 你好钢 你你拿咱们那个想 你那就那技术你也炼不出来 这个你得首先原材料得好 还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石油也不行质量 就是航空油啊 那个质量要求的 我们这没一个油田能达标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航空油都是进口的 美元之重要啊 要不然买不来 这个北朝鲜那时候用的支架刀啊 全大部分都是中国造 哎 估计这也是图便宜吧 所以用的那个刀刃的啊 都是那种很快很快就用不上的那种粗劣的产品 这一套支架刀啊 大概泰永浩一直用到他流亡 脱北 你想他用了十多年 我妈我妈那也都用了三十年了 脱北了以后啊 有一次这个正好泰永浩呢 跟这个韩国党的一帮议员们一起吃饭 哎 有一个议员啊 一下子就抓着他手不放 好久没见呢 你还记得我吗 当时泰永浩就觉得这人怎么那么变熟啊 但是就想不起来是谁 忘了意大利啊 大厅里喝酒 啊 哎呦 当时我听说你脱北了 我就想哪天一定能在吃饭的时候碰到你 咱俩好好再喝一次 我呢 一直在想 因为他脱北了以后啊 你得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出来的 一个是安全问题 还有生命问题 各方面都有啊 就是他说我等你啊 能够公开活动 我等多久了 这个人就是送他支交单的人 就是韩国党的白城州议员 俩人一块啊 一看想都十年没见了吗 完了那个泰永浩还说呢 当时我还以为你情报局的呢 这人也乐了 你他说啊 其实真的那时候啊 参加这个整个会议的 只有我一个人啊 是国防部的 但我真不是情报局的 其他所有人啊 都是外交部的 嗯 结果呢 他们那帮大使啊 什么那个职员啊 都出去吃饭去了 就我一个人 跟他们因为不熟 所以我闷得我呀 我正在那大厅里溜达呢 正好看见你们进来了 我想哎呦 我才不管呢 一块喝个酒聊个天 也很不错 英国啊 对朝鲜的政策呢 一直是属于就是批判性干涉的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呢 想通过兑换 哎 还有这种人间的民间交流啊 让这个北朝鲜有所变化 这也就是英国式的阳光政策 呃 也就是说什么呀 你用各种什么就是你的教育培训呢 呃 或者人才交流啊 用这种方式啊 让这个北朝鲜啊 用这种渐进性的这种方式 加入到国际社会当中 英国那个时候啊 呃 每年都要派三个这个英文老师到平壤来教这个朝鲜人这个英语 都是人家英国人出钱啊 另外呢 也是英国人出钱 邀请你的这个政府官员到英国来进修 哎 另外呢 就是课堂上啊 这个教你关于这个我们英国教你这些制度啊 介绍啊 就是比如感受一下 再一个呢 就是 他安排你啊 特地住在比如俩人一组嘛 因为北朝鲜他规定的不许一个人单独嘛 那你就俩人一组让你住在一个英国的家庭里边住一个多月 哎 这样呢 你在这学英语嘛 学一个多月 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我们这的民主自由是什么样的 另外也在课上啊 教我们的 你看教我们市场经济怎么回事啊 司法体制是怎么样的呀 完了媒体都起什么作用啊 两党之间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政治结构啊 各种方面嘛 就是给你这个 让你了解 大概每年啊就光这种交流差不多英国人要付出二百万英方 你看就是英国人觉得啊就是往这方面努力真光光的往你挣钱 他就想让你跟我们现代社会近点吧 但是他也不是说同意像美国那样的就光压这么大 其实也不是啊 美国真的你要是那什么也掏心掏肺的给你光光的往这扔钱 英国啊这个最核心其实就是他的这个英语培训 他觉得啊就是让你这样了以后你感受一下对吧 哎你就带回去先进的思想了吗 这个北朝鲜这边啊 好多人就觉得这些人回来啊危险 你想想等于就被人洗了脑子回来的吧 可是呢 北朝鲜并没有停止派人过去进修 也就是北朝鲜啊就觉得只要你英国不同意美国那种对我用武力推翻我 我怎么都愿意跟你合作 这样呢就达到了一个牵制美国的那种强压的军事政策 北朝鲜啊第一次核报的时候啊 一直担心英国呀为此啊就是急了 就开始这个外交制裁了 没想到啊 英国也就是言语上骂了骂 谴责了谴责 还跟以前一样政策没变 也就是说每次核报 英国就开始谴责一下 完了就完了 泰友号啊 呃马上要结束他在英国的这个任期了 这时候啊 这个平长啊发来了这个金正日的亲笔指示 就是要赶紧啊推动这个邀请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英国的那个歌手 那个吉他手叫什么来着呃 克克克克克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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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邀请他到平长去演出去 这为什么呀 儿子呀对不对 有一个儿子金正哲是这个人的这个狂热粉丝 大概这个儿子啊就老是因为这边一演唱会了还得跑那么老远啊 长长长必去啊这个是后来呢就估计老求他爸爸你求你带着就叫他到平壤来吧 啊所以啊这个泰友号在的时候就得到这指示了就沟通啊沟通啊就找人啊找他的经纪人看看能不能到平壤来 回到这个平壤的时候啊他也听说了就是这个儿子金正哲啊为了能够这个邀请到哎呦就老到这个外交部来 哎跟那个人家那边的代表啊进行接洽 因为这个呢因为你就不得不就跟那个英国大使馆人家的文化部那些负责人就得接触嘛 当时啊好多人都不认识金正哲 包括外交部的好多员工都不认识 因为他们这个外交部啊是这样的他有两个门 这出入口吧一边是干部的一边就是普通的公务员的 结果有一天啊就是穿着一个特普通的而且是穿着运动服的 一般都是穿那个西服的嘛 他穿着运动服的一个那个金正哲 从那个干部的出入口进来了 直奔了那个江西住的办公室了 所以他一离开啊这些干部处的都都开始问啊 谁呀这是能够直接就就推着门就进去了 你就想吧这个 这俩公子啊这身份保密到了什么程度 那你想恩恩那就更别说了 那就跟宝贝上那可是皇太子啊 金正号啊不是太有号啊 在美英国的时候他就负责沟通嘛 就跟那个经纪人接洽 完了以后人经纪人说那行 你先付100万欧元的担保 你先做担保 我再去 哎就我演出要不然我不挣钱那行啊 100万美欧元啊 平壤那边立刻就批了 完了以后这经纪人说行 那我回去看看我们的那个时间表 我再给你答复 结果等了好久才给了一个回复 说由于你们的这个人权问题呀 我们目前没法去平壤 等等看看你们的人权发展的情况 我们再做决定吧 100万欧元人家都不来 你想想 哎呦这个北朝鲜这边啊 还在一直坚持邀请 就没停过 就隔段时间就问一下 隔段时间就问一下 但是都说 确实去不了 好我们下期接着讲下期见